我們要開始在理解我們要教的速度跟速率 我們剛剛跟你講過運動的快慢 就是距離去處理時間 就是表達我運動的快慢 可是我們前面教過了 我們有兩種方式來表達我們的走的多遠 我們前面教過了哪兩種方式來表達 我們走的有多遠 我們前面教了兩個名詞 就表示你有走多遠的這個名詞 講到兩個 是哪兩個名詞呢 25 陸進與位移 陸進與位移 請坐下 我們教過了兩個名詞 一個叫做陸城 就是陸進場 一個叫做位移 所以 你就可以放位移去處 也可以放陸城去處 就會出現不一樣的東西出來 剛才跟你強調一件事情 什麼條件之下 位移的大小就是陸城 大小是一樣的 沒有差別的 哪一個情況之下 這兩個是沒有差別的 我們前面有跟你講過 什麼條件之下 位移跟陸城是一樣的 三五 請坐 請坐 什麼情況之下 位移跟陸城是大小是一樣的 沒有 直線 提供上 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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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沒有折板的直線運動 第二次我們未來碰到的題目 大部分都是這種 所以在未來這兩個就不太特別分 但是現在考試要底分清楚 什麼叫位移 什麼叫路程 所以我們就出現了這兩個 一個叫做速度 一個叫做速率 因為剛剛跟你講過了 距離處理時間 就叫做運動快慢 可是呢 有兩種距離的表示法 一個叫做位移 一個叫做路程 所以 我們就有兩種表達快樂方式 一個叫做速度 速度就是位移去處理時間 一個叫做速率 一個就是路程去處理時間 這個距離你是放位移的 叫做速度 這個距離你是放路程的 就叫做速率 所以我們有兩種表達快樂的方式 一種叫做速度 一種叫做速率 速度就是位移去處理時間 速率就是路程 路徑長去處理時間 就是我們的兩種表達的方法 那因為位移是向量 因為位移是向量 所以速度也是向量 也就是講速度的時候 必須要包含大小跟方向 大方向 所以速度就是位移處理時間 那前面講過位移就是delta s 後面減前面 s2減s1 花多少時間 所以delta t t2減t1 從1秒鐘到5秒鐘 5減1花了4秒鐘 這個意思 OK 所以計算是長這樣 但是我後面很少用這種計算式去跟你寫啦 但是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前面講過了 位移去處理時間 就算出所謂的速度 速度是向量 有大小有方向 請注意它是向量 有大小有方向 那速率因為路程是存量 所以速率也是存量 也就是說它只有大小沒有方向 就是路程除以時間 你總共走了多遠 總共走了多遠 然後去除以你所花的時間 那就叫做所謂的你的速率 正在有些情況之下 會出現一些有趣的事情 譬如說我們的操場一圈兩百公尺 你在那邊繞一圈花了40秒 第一個你的速度是0 因為你繞一圈回到原點 從哪裡走回到哪裡去 你沒有位移 所以你就沒有速度 然後但是你一圈兩百公尺花40秒 所以200除以40 表示你每秒走5公尺 這樣子 所以有的時候會出現一些 感覺有點怪怪的樣子 你跑半天到你速度是0 你會快瘋掉 OK 好 這是 但是重點就是 一個是路程除以時間 一個是位移去除以時間